17岁轮奸少女 这是史上最残忍的阴谋 四年屋主杀害40名无辜女子 就连怀孕9个月的孕妇都不放过 17岁轮奸少女31岁奸杀孕妇 四年疯狂作案四十余期 她就是郑州特大奸商案主犯李文安 1976年李文安出生于河南省浦阳市须水镇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家里只剩下年幼的李文安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这让李文安从小就缺乏管教 再加上爷爷奶奶的过度厉害 也让他养成了好义务劳的客席 上学后更是三天两头 跟其他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学习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还动不动就扰乱课堂 老师没少因为这事 叫李文安的爷爷奶奶来学校谈话 这也导致了李文安小学没毕业就退学了 退学后的李文安又能做什么 他既没有学历年龄又小 只能闲散在家混吃等死 整日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无赖混在一起 还有偶尔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因为过早接触社会的原因 李文安也变得非常早熟 再加上接触了太多三教酒流的闲杂人等 也极大地影响了李文安的世界团 后来随着李文安年龄的增长 他也来到了青春期 青春期的男生总是异常躁动 李文安也开始对异性产生了兴趣 在狐朋狗友的诱导下 他接触到了大量的黄色录像和不良信息 其中限制集的剧情和画面 也让李文安逐渐开始兴奋了起来 慢慢的他开始不满足于幻想 而是想要将这一切付出行动 在现实中找个异性来实习一番 终于在一次观看过黄色录像之后 李文安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造者 火同自己的狐朋狗友 轮流性侵了一名放学回家的狐狐少女 李文安也因此被法院判刑九年 此时的李文安只有17岁 后来因为在狱中有良好的表现 李文安先后两次得到了剑刑 最终于1992年12月出狱 出狱后的李文安经人介绍找了对象 并在不久之后结婚 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李文安也找到了一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按理说李文安在犯过大错的前提下 还能拥有平静幸福的生活 在今后的日子里难道不应该感恩戴德 洗心革面再重新做人吗 可李文安偏顾 多年的老雨之灾都没有让他长一点记性 他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变态和恶魔 即使有了合法伴侣 也一点都没有浇灭他内心那团隐形的浴火 比起发泄欲望 追求刺激仿佛更让他兴奋 白天 他是本分老式的出租车司机 一到晚上 他就变成了贪婪邪恶的无耻淫魔 李文安时常以加班混游 深夜离开家中 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在夜半无人的街头小巷里寻找业务 一旦遇到落单的富裕 他便直接扑过去实施信心 那个时候是90年代 社会风气还十分保守 如果女性被人性侵 她的婚姻和人际关系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甚至还会遭到邻居和周围人的指点 所以大多数女性被性侵之后都不敢胜张 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李文安的嚣张气焰 他开始越来越大胆 光是在几年间就先后性侵了30多名女性 然而对于李文安来说 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这是建国以来河南发生过最大的连环强奸杀人案 恶魔四年侮辱杀害40名无辜女子 就连怀孕9个月的孕妇都不放过 17岁轮奸少女 31岁奸杀孕妇 四年疯狂作案40余起 她就是郑州特大奸杀案主犯李文安 1995年2月21日晚 李文安照常游荡在大街上寻找猎物 在路过正上路西港加油站附近 看见了一名身材较好的独行女子 不由得色心大忌 李文安偷偷溜到女子背后 趁女子不背 直接捂住了女子的口鼻 将她拖到路旁的草丛中实施信息 因为害怕女子呼叫招来附近的人 李文安全程用衣物 紧紧捂住女子的面部 不让她发出声响 直到结束后 李文安掀开衣物 才发现该女子已经死亡 这让李文安大惊失色 直接落荒而逃 一路逃到了浦阳市的亲戚家中 这也是李文安第一次杀人 第二天一大早 该女子的尸体被围观群众发现 警察发现该女子名为胡某 现年22岁 是本地工厂的一名女工 于昨天晚上夜班路上失踪 死于窒息 生前曾遭过一切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深夜 再加上证据太少 警方几经查房 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和可疑人员 案件也就此被搁置 在杀害第一个人之后 李文安也并没有就此停止自己的受刑 虽然在看见胡某死亡的一瞬间 李文安整个人被恐惧占据 但他也完全没有过后悔的念头 第一次杀人仿佛激发了他内心 隐藏的暴虐因子 从此之后 他不再仅满足于性侵 而是在每次对受害人发现过受益之后 将其杀死并抛尸 此后几年 李文安利用开出租车的便利条件连续作案 经常在夜间劫持独自上路的女乘客 这些遭到他独守的受害者中 甚至还有怀台九月的孕妇 1998年8月18日晚 一名怀台九月的孕妇赵某 坐上了李文安驾驶的出租车 一上车 李文安便看上了孕妇的美貌 询问孕妇要去哪里 孕妇说自己即将临盆 现在要去医院 说罢李文安就启动了车子 向医院方向持续 然而 就在去往医院的中途 李文安却突然转了个弯 孕妇并没有感觉到异常 等停车以后 才发现自己居然被带到了荒郊野外 此时的李文安立马下车 打开后车座的车门 不顾孕妇怀台九月 强行将她从车上拉下食吃血筋 事后还用双手活活掐死了这名孕妇 直接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悲剧 8月20日早上 孕妇的尸体才被人发现 当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赶到现场时 即使是有多年经验的老民警 也无法直视眼前的惨状 杂草丛中 孕妇整个下半身被血液全部染红 只见她以扭曲的姿势躺在那里 仍然瞪大着血红的双眼 眼里全是怨恨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这个案子也被警方列为 820重大强奸杀人案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然而 这个淫谋的兽情 却还没有就此停止 就在一个月后 又一名全罗女士 在警中被人发现 死者依然是在被人强奸之后 遭到恶警窒息死亡 李文安仿佛已经陷入了癫狂 她犯案的频率越来越高 甚至越来越频繁 就在警方全力以赴 加大侦查时 李文安很快又犯下了 新的一级特大案件 这是史上最残忍的阴谋 四年侮辱杀害40名无辜女子 就连怀孕9个月的孕妇 都不放过 17岁伦坚少女 31岁奸杀孕妇 四年疯狂作案40余期 她就是郑州特大奸杀案主犯李文安 从1995年开始 李文安不断在郑州 浓阳两地疯狂作案 作案数量之托 作案守法之残忍 都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就连怀孕9个月的孕妇都不放过 就是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恶魔 最终却因为5万块钱落网 这是怎么回事 1998年11月17日 警方在郑州市某湖水蓄水室内 发现了一名生前遭遇过性侵的女士 据调查 死者董某 10年26岁 死亡时间大约在浦千天 警方迅速对周围人员进行了调查 很快就查到了李文汉的头上 当警方来到了李文汉家中 询问李文汉的情况时 李文汉妻子说 他在浦阳开出租车 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而当警方询问周围邻居时 问出的结果 却和李文汉妻子大相径庭 邻居称自己在几天前 刚见过李文汉 警方迅速来到隔壁浦阳市 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却始终没有发现李文汉的任何踪迹 在郑州 警方到达浦阳调查之后 浦阳警方的一番介绍 更是让郑州警方大吃一惊 原来在浦阳市 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多起强奸杀人案件 就在1997年6月30日 浦阳市一名年轻女子 在和男友约会后 回来的路上失踪 在警方调查多日后 最终在一轿井内 发现了该女子的尸体 经事件 该女子生前曾遭遇过性侵 跟在郑州发生过多起案件一样 死于恶警之心 据分析 凶手应该为同一人 警方迅速将目标 锁定在了李文汉的身上 却始终无法找到 李文汉的蛛丝马迹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彻底消失在了浦阳 直到1999年10月25日 一个敲诈案件 才让李文汉这个一模彻底落网 当时李文汉伙同友人 正伪随一名独行的女子唐某 唐某在发现有人跟踪自己之后 便立即打电话 叫来了丈夫和其他几名男性亲友 将二人抓住 准备扭送至派出所 李文汉一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立马跪在地上向唐某求饶 称自己绝对不可能去那里 唐某一听就觉得 这个人身上肯定有案子在身上 便想敲诈他一番 提出了思量的要求 要李文汉拿出十万块钱买命 可李文汉哪有那么多钱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以五万块钱脱身 事后 这件事被附近群众反映给当地警方 警方本想调查这件事的始末 可没想到就此调出李文汉这条大鱼 根据唐某的描述和辨认 警方确认 这个被敲诈的男子就是李文汉 那么李文汉肯定就在浦阳当地 他们就此迅速展开排查 最终得到了关键信息 原来李文汉在被敲诈之后不久 就离开了浦阳 去往了交座找自己的情人 他们迅速赶往交座 找到李文汉的情人住处 还没等警方张口 这名女子就吓得将李文汉拖自己买枪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警方迅速明白沈默 这李文汉肯定是想要买枪报仇 那么他肯定还会回来 警方立即对唐某几人进行了保护 并在唐某家附近布置了天罗帝王 就在几天后 也就是1999年12月2日的中午 有人给警方拨打电话 称自己在刑仰庙会上 看见李文汉的身影 当地民警迅速出动 身着便衣前往现场 将正在庙会上闲逛的李文汉逮捕 在累累证据面前 李文汉不得不交代了自己 那么多年犯下的恶行 最终 李文汉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个隐谋的一生 也终于走向了毁灭